Hello, 新年到現在幾乎每天都吃素 今天就要大魚大肉了 一定要拌起,也可以叫它拌魚生 蟹館的形狀就是長長久久 而它象徵的就是我們最喜歡的 橫財大法, 百方來財 白蘿蔔就是盛貼送的概念 代表風生水起 我女兒做的白兔仔好可愛 當然不少有紅蘿蔔, 紅桃大展 又有燒雞又有燒鴨 多年有雞有鴨吃 代表新的一年財源滾滾, 心想事成 什麼都可以吃到 而蝦就新年一定要吃 蝦蝦大笑多開心 蝦和蟹的煮法都是一樣 滾水滲下去之後 記得記得不要走開 因為它很快就會熟 一變紅色就立刻撈上來 要不然你稍微煮久一點 它就會縮得很小 我們現在就是買金條 兩隻雞蛋 少少糖,少少鹽,少少油 均勻後熱鑊熱油 倒下去之後 九成熟就可以轉過來 然後拿出來之後 讓它完全冷了 我們就可以變成很多很多金條 還有大紅大紫 大紫椰菜和紅椒 有青椒、青春常煮都不夠 還要加上青蔥 青春 還要多了聰明伶俐 鮑魚用來請客 真是夠了有面 而且還非常好意頭 年年有魚 鮑魚一定拌得起 醬汁方面我都喜歡用金桔 夠了香 給完蜜糖之後 也可以給魚爐 夠了野味 這個時候 你就要試一試味 每一樣東西放在盤上 都非常有意頭 為什麼我對這個菜式 這麼有印象呢? 話說將近三十年前 我剛好又新年在新加坡 有朋友帶我吃這道菜 從此之後 我原本在家裡是不懂做菜的 但是這道菜就由我來包辦了 淋上醬汁 我們又來拌起了 今天一定拌得風生水起 拌起拌起 拌到風生水起 耶 也可以按燃 情侶水起 也扭向 竹竹 不能 好 好